在農曆春节过后 全台各地都有缺血的危机 为了响应捐血 新北市的基金会 特别举办了捐血加年华 而市长侯友宜也到场响应 希望以身体力行的方式 鼓励市民捐血助人 血永远都是在缺乏当中 更加更多的热血 有爱心的自民草莉 永远来捐血 也谢谢我们带总市长 就接了一辆高领的不高方式 来帮助我们身心障碍 及长配满就医就业 这样的服务 基金会表示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号召 能够募集一万代的血 尽管天下雨依旧不见民众的热情 不少人到场响应 玩起袖子捐血主人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